AudioJungle 作者J.Michael Cole是加拿大安全智库的前分析师,他呼吁加拿大应向拥有2300万人民的国家台湾学习如何防范大陆,图字at黄安微博对此,台湾艺人黄安讽刺道,跑去跟眼前这个台独当局学习,是去找死,图字at黄安微博在文章中,一方面,加拿大不仅将台湾视为一个独立的国家,更是鼓吹音的国家, 应该学习台湾如何防范大陆,防止他们窃取我们的技术,防范他们的网络攻击,学习台湾情报机构,对大陆数十年的跟踪和反击,另一方面则炒作道,加拿大面对中国日渐强大的影响力,已无法视身事外,同时加拿大有必要透过全球各国累积的知识和经验,调整与中国接触的政策。 对此,台湾艺人黄安称,这家加拿大媒体不懂攻守道,还列出三点反驳该媒体的报道,一,首先,台湾不是个国家,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,而且很快就会统一了。 二,加拿大绝对无法复制,克隆两岸的交流模式,因为两岸是一家人,我们都姓钟,而你们是外国人,姓家,一家人不说两家话,两岸一家亲,血浓于水,这些不适用在你们外国人身上。 三,加拿大如果不相信第二点,那不妨看看蔡英文台独当局,不认同两岸本一家的后果吧,如果儒家没所说,跑去跟眼前的这个台独当局学习,你是去找死,他们现在都尼菩萨国将自身难保,忙得不要不要的,你去干嘛? 统一之后,台独还打算流往你们那儿呢?微博底下网友纷纷表示支持,加拿大经济自2015年开始大幅放缓,2015年GDP增速只有1.2%,比2014年缩水一半还多,2016年,加拿大经济更糟糕。 据美国彭博社的报道,加拿大统计局刚刚公布的数据显示,加拿大2016年第二季度的经济萎缩了1.5%,而早前的2月份和3月份分别萎缩了0.1%和0.2%,这意味着加拿大的经济已经连续近半年出现了萎缩,这种经济压力下谁能救加拿大,恐怕只有中国这个最大的潜力市场了。 去年12月,在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的加拿大总理贾斯廷特鲁多宣布,将2018年设为中加旅游年,同意就促进双向游客往来扩大合作。 而加拿大旅游局的数据显示,中国是加拿大第三大入境游海外市场,所以,正是基于这种因素,促使特鲁多不得不做出抉择,加快推进与中国的关系发展。 2018中加旅游年标志亮相,历来中国和加拿大都没有什么深仇大恨,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更是希望与中国深化合作,但是加美此时,却企图将台湾和中国割裂开。 不知有何居心,至于加美说得要学习台湾,先来看看不承认两岸本一家的蔡英文,现在是什么惨状吧?被自家人唱衰两岸关系激动,大陆游客赴台数量,锐减重创全台。